美国海军第七舰队27号发表声明宣称 美国海军一架P-8A返潜巡逻机 27号在所谓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 展现美国对所谓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 声明内容还强调 美国将继续在所谓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 包括在台湾海峡内 与此同时台防部门27号也证实了 一架美军P-8A返潜巡逻机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 对此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议陆军大校表示 2月27号每一架P-8A返潜巡逻机穿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 对美机穿航行动全程跟肩警戒 一切尽在掌握 美方行为蓄意干扰破坏地区局势 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我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战区部队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在台海地区不断寻衅滋事 不断地拱火点火 背后的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就是要搅动整个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升高台海地区的紧张动荡态势 为美国加大对台军售制造新的借口 制造新的理由 事实上岛内的民进党当局 对于美国的这种险恶用心也在积极的配合 例如说2023年 台湾当局的所谓防务预算 就突破了5800亿新台币 较2022年增长了700多亿新台币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用于对美的军购 试想一下 如果说台湾当局能够用这些钱 发展岛内经济民生 对于岛内的民众而言 很显然是一个福音 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用这么庞大的 这些财政预算投入到对美军购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想借此机会来去消耗中国大陆的精力 迫使中国大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很多方面 不得不去投入相应的资源 来去应对美国的挑战 这势必会使得中国大陆无法集中精力 来去发展自身的经济社会民生 这也会延迟中国大陆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是美国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 想升高台海地区的紧张动荡态势 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 众所周知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 因而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 但是美国却想借此机会把台湾问题进行所谓的国际化 及此来扩大台湾问题解决的难度 也为美国继续插手台湾问题寻找新的借口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强调的是 台湾是中国固有领土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的内政 无论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势力如何干涉 都无法改变两岸必然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 你自己考虑的你的证明 我们也要推运 我们要怎么点核的